中国公布台独定罪量刑标准 根据法规中的内容 台独的重要参与者最高可判死刑 台湾台独分子被吓得心惊胆战 欢迎各位收看本期迷彩虎 我是虎哥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手发布 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 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 及其相关司法解释 从此任何试图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尝试 都将有一个明确的犯罪认定标准和量刑标准 有五种行为被准确认定为台独 分别是发起和建立台独组织 并策划制定行动纲领者 试图通过台湾法律和台湾公民投票方式 改变台湾归属中国的法律地位者 通过推动台湾积极加入 只限主权国家加入的国际组织者 通过歪曲历史文化新闻篡改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 或者抹黑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统一者 以及其他推动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的行为 其中在台独分裂集团中 起到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认定为首要分子 直接参与有重大作用造成恶劣影响的被认定为罪行重大 以上两种情节特别恶劣者可以处于死刑 积极参加者起提十年劳烦 其他参加者三年起步 这份法规不仅仅是我国的国家意志 更是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的想法 台湾的某些人被中国宠得太好了 都忘了自己到底是谁 自己有几斤几两了 现在我们不打算和台独分子趋于伟一 我们直接名牌 过去我们以环游政策为主 现在就是要以打压 步步紧逼为主 这就是用实际行动警告台湾人 我们的两岸政策最后一句话是 不放弃武力统一台湾 这份法案出台之后 台湾人是什么反应呢 那一半是气坏了 一半是吓坏了 先说气坏的那一部分 目前所谓的台湾蓝营 其实一直在做的是暗独 名义上支持统一 但暗地里推动台湾加入 仅限主权国家参加的国际组织 并且和其他国家进行官方往来与军事联系 过去我国立足和平统一的时候 对这种行为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只要你愿意统一这种小动作 我们可以装作没看见 但是现在 我国这份法律的出台 直接给蓝营也打成了台独分子 现在他们气坏了 周权空间没有了 不过这帮人本身就是谁赢帮谁的送货 不成大气 统一之后最老实的恐怕也就是他们了 所以问题不大 然后就是吓坏了的人 具体表现就是希望中国能给他们一个答辩的机会 最近台湾的靠背哥王以川 就是那个说大陆高铁没靠背的 这个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 在台湾节目中的表现就是这样的 作为台湾推动台独的重要参与者 在法条中最高可以判处死刑的那一批 台湾主持人就调侃问他 你现在的状态很危险 不怕吗 怕不怕 他的回答顾左右而言他 先说什么 中国的先通知我呀 那些审理呀 然后得允许我请律师呀 还有发什么台胞证让我入境啊 完成这个程序才能通计我吗 他还说是认真的 主持人长要认真的 还要去台胞证 很显然他忽略了一个问题 一旦我国启动了五等程序 那到时候就只剩下清算了 还什么台胞证 那时候台湾就是中国的一个省 不可能划分成特别经政区啊 当然你要想要通知函 没问题 逮捕后就签发给你啊 想要律师 没问题 我国法律中任何人都能请律师 就算你请不来律师 只有官方分配的律师 绝对让你答辩 你想要司法程序公正 中国肯定给你司法程序公正 好好回忆一下自己的所谓 想想怎么答辩吧 看看能不能把死刑改成无期 或者十年有期 那已经是台独重要推动者最好的结局了 至于逃避追责啊 想都没想 很显然这些所谓台湾绿营的人 也知道自己跑不掉 没法跑 没人救 所以只能寄希望于中国高台贵手 现在中国这边 属于是已经给出信号了 台独算子如果还妄想 中国会和以前一样给他们留脸 甚至高台贵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那这就属于是你偏出门不带伞 老天爷给信号你还当看不见 那你就不能怪老天爷下雨淋你头啊